又有中国大陆海警船闯入我国禁限制水域 在金门海巡发现五艘中国大陆海警船 以及七艘公务船共组编队侵入金门禁限制水域 还疑似同事操演活动 这不但是这个月第四度有中国大陆海警船侵门踏户 更是首次有公务船同行 海巡及时反应全程的监控驱离 呼叫中国海警 你进入中国民国禁限制水域 发现中国海警船在闯我国禁限制水域 金门海巡立刻广播驱离 请你立即转向死离 否则将采取必要行动 绷紧神经 见候对方一举一动 因为这已经是这个月第四次 有中国海警船编队清门踏户 而且这回甚至还有公务船一同闯入 9号下午五艘中国海警船和七艘公务船 在闯我国禁门水域 这不单是首次有公务船同行 中方跟疑似在距离金门廖罗湾 西南方四海里处从事海上操演 就连大大岛南方也被侵导 金门在地立委在喊话 两岸必须和平 而我国正直新旧政权交接之际 不止台海情势备受关注 就怕中方再向医院总统大选后 突袭式挖我邦交国 外交部长吴钊县也点名市井 有两个国家确实存在风险 有一个长期在动乱之下的邦交国 他这个国家的重建 我们台湾也投入很多 那另外还有一个邦交国 是中国透过邻国不断的去渗透 外交却猜测 两国恐怕就是海地以及瓜地马拉 不如乌钊县也在拍胸铺保证 一切都密切维持关系 不至于在被中方突袭 赖清德新政府即将走马上任 两岸关系和外交处境 依旧是重大挑战 接台北金门最后报道